章话县师父校长培训课程 11日在章话市平和国小正式开训 县长王惠美勉励受训校长们 并感谢教育部与中华民国中小学校长协会 合作推广师父校长培训课程事办实施计划 建构完善优质课程系统 让校长们得到最温馨的支持力量 提升使命感与专业素养 我们都知道校长实际上对一个学校 教育部业师父的一个自校关系非常的大 我们师生的整个的教学品质 那校长是绝对是最大的一个灵魂者 那怎么样让校长更有经验 更有power 更有自信 那一起来办校这就非常重要 我想还是要再次的谢谢 我们这个全国校长协会 我们彰化校长协会的一个用心规划 因为这些事务校长都是非常有经验 以及对那个校务经营呢 已经很有这个绩效的 那未来呢希望能够提供在场的出任校长 跟这个学校的一个需要增能的校长呢 做一个校务经营的一个陪伴 张华县师父校长培训课程第一堂课 邀请秀水香子弟 国立台中教育大学校长王儒哲 为大家演讲 预见未来学校转化政策发展 期待校长们都能发挥专业 将教育政策转化融入各校的校定课程中 透过教育让每一个彰化孩子都能在未来展翅飞翔 公益频道张华云彰化采访报导 优优独播剧 Boom 优优独播剧 BGM 欧 operations